好了,那现在七点钟了,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来继续去讲解第十九章审计报告相关的内容 前面我们讲了第一到三节 第一节是说审计报告的一个概述 第二节是说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审计报告的一个类型 而第三节比较重要 前面我也给大家搭了一下审计报告的一个架构 对吧,叫审计报告的一个基本内容 那在开课之前我们马上要讲第四节了,对吗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先带着大家去阅读一下我们的这份补充材料 我们看看真正的审计报告它到底应该长什么样 而且里面的那些要素我们之前到底都有没有学过 大家可以看清吧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封屏 封屏不用说了,涉及到了这个标题 某某某股费有限公司就叫被审计单位 对吧,然后底下的是那个报告的报告号 然后这一页我之前有没有给大家画过 这个叫什么 是不是我们审计报告的那个目录啊 前面我跟大家去说还记不记得那些页码 第一部分叫审计报告 之前我跟大家说是一到五页 那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份它多了一点 它是一到六页 然后后付的这些内容就是 以审的财务报表及其复注 其中包括了合并和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同时因为它是个年审 而且是个上市公司 它还会根据交易所的要求会加一个 所谓的钱运变动表 然后下面第十节就是最重要的 内容页数也特别多的 就叫我们财务报表的复注 那这个内容其实咱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你在看到审计报告的目录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应该感到陌生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审计报告的一个证文 我们回忆一下第三节学习的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知道报告要有它的标题 对吗 这个标题叫审计报告 然后旁边会附着它的报告号 还会有收件人 这个地方哪里是收件人啊 有没有找到收件人 我用一个蓝色的笔啊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质字 对吧 我给它批掉了 大家应该能看到 质被审计单位的全体股东 这就叫收件人 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是不是 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所有的预期使用者 但尽量的去估计 那么针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 我们的收件人一般就是全体股东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审计意见 针对审计报告上来直输兄弟 去发表我们的审计意见 它一共分为两个自然段 第一个自然段说的是什么 第一个自然段其实是说的 我们审计的范围 或者说我们发表意见的范围 说我们的注册块是 审计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 包括了21年1231的资产负债表 21年度的利润表 以及现金流量表 还有所有的潜意变动表 当然这个最后一个不重要 有或者没有都可以 以及最重要的是什么 付诸也含在内 第二段就涉及到了 我们发表的审计意见 说我们认为后付的财务报表 在所有的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进行了编制 公云反映了1231的财务状况 2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我先问问大家这个大方面上的词 这个第二自然段 核心描述的是被审计单位的什么责任 大家回答我 针对第二自然段 咱们前面学习过 这个是被审计单位的什么责任 是不是编制之责 非常好 我们的财务报表按照 什么 所有的重大方面 按照恰当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经编制 并实现公云反映 这件事情是管理层的 完全责任 它是我们的编制之责 对吗 这里面就是我们前面 学习过的一个知识点 还有没有知识点 涉及到企业会计准则 这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编制基础 而且我们讲了 这叫通用目的的编制基础 还学过哪些知识点 财务状况指的是哪张表 财务状况是不是指的是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前面跟大家讲过吧 经成果指的是我们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 对应的不就是现金流量表吗 第一部分审计意见上来直输凶意 对吧 虽然说我们审计的定义 是对于财务报表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提供合理保证 以积极的形式发表我们的意见 增强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对于我们财务报表的一个信赖程度 但是我们真正在发表意见的时候 是怎么写的 是不是写的 我们认为管理层履行了 他自己的编制之责 这是一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他的审计意见 其实是如此发表的 第二部分叫形成审计意见的一个基础 它实际上长什么样子 它是说我们按照 谁按照注册怪师 注册怪师按照我们审计准则的规定 前面咱们聊了 上面的那个编制基础 是管理层自己编制的时候 遵守的那个叫会计准则 我们的注册怪师 在履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遵守的那个叫审计准则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了审计工作 那么审计报告的注册怪师 对于财务报表责任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后面我说那个 最后结尾的那两部分 涉及到管理层责任和注册怪师责任里面 涉及到注快责任的那一部分 进一步阐述了 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我们中国注册怪师 职业道德的守则 我们独立于被审计单位 强调了一下自身的独立性 并且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 一个其他责任 职业道德我们最后那几章 去基础进阶的时候学 最后一段话最重要 叫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证据是 充分适当的吧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所以形成我们无保留意见的审计基础 就是我们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还记不记得我之前给大家画的那个图 有同学笑称他的什么铁头娃 是不是 我们的注册会计师 必须得站在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之上 他的载体就是我们的那个工作底稿 对吗 然后从兜里面掏出了 我们的审计报告 其实具体的体现就是发表审计意见 出具审计报告 而它底下指的这个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它对应的其实就是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就是注册会师脚底下的这些审计工作底稿 它就是我们形成无保留意见的基础 这两部分具象了吧 之前说概念的时候大家不清楚 但是大家一点一点的去剖析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支点我们期间面都学过 第三部分就是一会儿第四节我们要马上讲的 叫关键审计事项 具体内容不着急看 一会儿咱们结合着第三节的那个内容 我们再去详细的进行一个讲解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 这叫加心饼干 对吗 除了第一节审计意见 第二节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还有后面那两个责任 管理层责任和注册快事的责任是雷打不动的 中间针对于审计报告 它可能会加一些特殊的事项段 针对关键审计事项就是一个特殊的部分 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信息 这个地方我重点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其他信息 因为我们的上市公司在除了披露我们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之外 它自己还会批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年报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年度报告 我们的注册快事 出具的文件其实是审计报告 它核心围绕的材料是我们被水平单位管理层出具的一个财务报表 对吗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而同时被水平单位除了编制财务报表之外 它还有一个责任 因为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得根据全年的一个经情况去编制一份年度报告 相当于一个年度工作总结 而这份年度工作总结也是围绕我们的财务报表的 如果大家看过上市公司年报的话 你会发现上市公司年报的最后一个章节 涉及到也是财务报表部分 它也后付了相关的财务报表 而前面的比如说一到九节说的都是什么内容 都是一些与本年度企业经营相关的一些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那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其他信息 那什么叫做其他信息呢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记一个公式 它是所谓的其他信息 它是以我们的年度报告作为基础 刨除我们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相关的内容 它剪掉我们的审计报告 再剪掉我们的财务报表 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画一个年报的目录 好不好 这等于年报 其实它前面会披露很多内容 这个大家不用记啊 有个印象就行了 到了第九节啊 这些信息其实跟咱们都没什么特别多关系 对吗 但是第十节它也会后付 或者你说它在最后的时候披露了 这家公司它的财务报表 当然也会包括主表和付注 所谓的其他信息 就是前面一到九节里面 然后不包含第十节财务报表 也不包含我们审计报告的一些内容 因为有一些上市公司 它也会把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一起放在这 那除了第十节之外 剩下的一到九节里面涉及到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它指的就是其他信息 理解吗 那针对于其他信息注册快失的责任是什么呢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文 说被審计单位它的管理层对于其他信息负责 谁负完全责任啊 年报这件事情也是被審计单位管理层自己负完全责任 那其他信息包括啥呢 包括 2021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息 但是呢 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式 其他信息就等于年报减去审计报告 再减去财务报表 那注册快失对于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 它是不涵盖其他信息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审计报告当中 有一个专门去说其他信息的事项段 那我们注册快失到底应当履行什么责任呢 结合我们对于财务报表的审计 注册快失的责任是 来重点化一下 他去阅读其他信息 核心目的就为了一个 他怕财务信息里面 其他信息里面的这些财务以及非财务信息 可能有出现和我们审计报告 及后复已审财务报表之间相互矛盾的内容 如果出现了矛盾内容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错了 就是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错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年报错了 那为了不去误导我们的财务报表与其使用者 因此注册快失应当去督促管理层解决这些矛盾 这个就是针对于其他信息注快的一个责任 那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 或者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了解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 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那底下我们看 说基于我们已经执行的工作 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 我们应当去告知该事实 那么在这个方面 哪个方面 在其他信息这个方面 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其他信息的一个事项段 理解吗 这个理解吗 OK吗 知不知道其他信息是什么 上面那个图 两个铁头娃最重要 对吧 我们的注册快事根据的是围绕着我们的财务报表 出去了我们的审计报告 而背景单位管理层除了编制自己的财务报表之外 还要去编制一个年报 而年报当中刨掉财务报表的部分 刨掉审计报告里面涉及到的内容 剩余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就叫其他信息 而注快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审计报告里面 去写其他信息这个事 就是怕相互矛盾 如果说我审计报告和后付财务报表里面的 这些信息和其他信息打架了 那就有可能是要么我这边错了 要么管理层的年报那边错了 那对于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来说 会产生一个矛盾和误解 OK吗 非常好 然后第五和第六涉及到了双方责任 我说雷打不动的 也是咱们第三节学习的内容 对吧 一般他都会放在末尾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给大家的这个审计报告 他加薪的那一部分 他就加了几个摄像段 他就加了两个 一个叫关键审计摄像段 还有一个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其他信息 那最后的末尾就涉及到双方责任 这个地方针对于注快的责任 我就不带着大家研读了 咱们看看管理层和治理层 对于财务报表的责任 你们熟悉不熟悉 是吧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公允反应 来大家告诉我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是管理层的哪项责任 是不是编制之责 第二句话叫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控 这是什么责任 是不是内控之责 学没学过 在第一章的时候 最后 仪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重大错报 这里面少提了一个责任 什么责任 是不是工作条件之责 但是工作条件 其实是我们执行工作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这个责任 接触人和信息 还有印象吗 但这里面就没有在 具体的审计报告当中去提及了 然后我们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管理层去负责 评估被审计单位的持续进行能力 还记不记得我说 评价你的评估 我们注册快师做的是一项见证业务 针对持续进行能力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需要进行评估 而且对于它来说是完全责任 针对筑快 结合持续进行能力 它的责任完全来源于审计这项业务 披露于保持经营相关的事项 并运用持续进行假设 除非管理层计划去清算 终止运营 或者别无其他现实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提了两个事 第一个是管理层的编制之责 内控之责 另外一个事提到的就是 关于持续进行能力的责任的问题 而最后治理层的责任是什么 治理层我前面不讲过是家长吗 治理层的责任就是负责监督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过程 OK了吗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签字页 这份报告到了末尾 前面都给大家讲完了 到了末尾最后有一个签字页 这个地方稍稍有一点 和我之前讲的有一个区别 区别在哪大家发现了吗 区别在签字人数这儿 之前我说了一般的审计报告是双签 然后第一个你还要注明项目合伙人 这个没问题 但这份审计报告是三签 所以这是一个实误和理论当中 有一点小小的差异 有的企业它的上市公司 在审计的时候 它就是三个注册快师进行签字的 但是不能少于两个 没有一个注快签字的 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但无论是几个签字 你都要注明谁是项目的合伙人 而且这个地方真正情况下应该是签字 然后加上盖上自己的 个人的注册快师的章 然后旁边还涉及到了我们的宿所 你要进行盖章 然后底下这个日期 最重要的 我就不给大家画那个铁头发了 这是什么日期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审计报告日 OK了 这就是我们审计报告的一个全部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个试项段 一个试项段的来进行学习 下面我们先来讲第四节 叫关键审计试项段 针对于关键审计试项段 在学习之前 我还是给大家一个核心 大家跟我一起记 关键审计试项段 它的目的 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其实以前我们 披露的这些审计报告 它都是短式的审计报告 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 大家打开 你们有没有发现 咱们披露的第一个叫审计意见 第二个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还有后面的第四个 其他信息 以及五和六双方的一个责任 有一个什么特点 是不是都有一个模板性的特点 换句话来说 如果没有关键审计事项的话 这份审计报告毫无特色 基本上三四千家上市公司 它的审计报告 只要是五保留意见 它可以完全长得一样 但是关键审计事项 就会有一定的特色 它突出的是 这个项目 我们的注册快师 在审计过程当中 认为最重要的事项 而且会结合企业的一个具体情况 来进行一个描述 所以这个事项段 它的一个核心目标 其实是为了展示注册快师的工作的 展示我们在这个审计项目上 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而且对应的 既然我们要展示自己 展示这个完美的一面 意味着这些事项 都应当是得到完整的解决的 而不能是一些没有解决的 存在争议的 或者是我们无法表示意见的 这种事项 这就是关键审计事项段的作用 还有它的核心内容 展示CPA 这张节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发的这个材料 里面涉及到了几个关键审计事项 是不是涉及到了两个 一个叫应收账款的 一个坏账准备 另外一个叫收入确认 针对这两个问题 我们注册坏师利用职业判断 把它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并且去进行了事项的一个描述 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把它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同时还介绍了审计当中 我是如何进行应对的 那么这个内容肯定做不了模板 对吗 这个肯定要根据被审计单位 它自身的特点 根据我们实际执行 审计工作的一个情况 来进行撰写 但是其他的部分 只要是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抄模板 你就把那个名字换一换 把那个日期换一换是不是就OK了 所以为了解决以前的 短视审计报告的这种缺点 那我们现在新增了一个摄像段 叫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审计事项的一个含义 它是指我们的注册坏师 根据职业判断 认为对于当期财务报表的审计 最为重要的事项 但是大家不要受误导 最为重要意味着只有一个事吗 不一定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吧 它是不是有俩事 一个是一收账款的坏账记题 另外一个是收入确认 这个就叫定义 然后后面这段话 其实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叫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当对于财务报表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的时候 来我们一起翻译 什么叫无法表示意见 是不是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 同时这种受限是重大且广泛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坏师就不得在我们的审计报告中去包含关键审计事项段 为什么呢 想过吗 这就得用到我们关键审计事项的这个核心了 我说了 关键审计事项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注册坏师 展示我们在实际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当中 完美解决的事项 那如果说你针对整份这个审计报告 或者针对它后面的后复的财务报表 以及它的复注 你都不发表审计意见 你觉得你有必要展示吗 你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展示了 所以大家学习知识 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你不能光记说无法表示审计意见 这种审计报告没有关键审计事项段 但其实它的核心就是 因为注册坏师压根就不发表意见 所以你就不用去展示注册坏师 在执行审计工作时完美解决的事项了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 怎么去确定关键审计事项 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确定了两个关键审计事项 对吗 第一个关键审计事项是 应收账款的问题 涉及到坏账记题 第二个是收入确认 那我们的注册坏师是如何 把这两件事定下来的 这就涉及到要介绍一个新的模型 叫三层塔测试 这张图需要大家进行一个完美的记忆 什么叫三层塔测试 就是本身这些事项一共有三层 我们的起点叫与治理层沟通的那些事项 这个地方我们回忆回忆以前的老知识 与治理层之间的这个沟通 一共有几件事 还有印象吗 与治理层之间的沟通 我把它类比成三次家长会 对吧 分别都聊什么事来着 聊聊计划 聊聊责任 然后聊聊被审计单位的问题 聊聊内控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还聊什么呀 是不是聊聊独立性 然后呢聊聊家常 其中最后一项聊家常 你想聊聊不想聊就拉倒 所以与家长沟通的事项 是作为我们选择关键审计事项的起点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字 大家圈上叫治 这是辅助大家进行记忆的 首先我们有一个大池子 从这个池子里面去选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池子的第一层三层塔测试的第一层 就叫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 然后这个箭头 其实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职业判断 前面咱们在讲定义的时候 不是说了吗 我们注册怪师根据职业判断 去选择哪些属于关键审计事项 比如举个例子 针对与治理层沟通过的这些事项 一共有十个 那么结合着我们第一次的考虑 我们就可以把它筛选成几个 筛选成六个 去掉四个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得问了 那你考虑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涉及到第一次我们进行筛选的时候 我们是从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作为基础 然后从实践室里面选出六个 作为什么 作为在执行审计工作时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那这个地方就考大家的一个审计感觉和审计素养 你认为有十件事我跟治理层进行了沟通 那其中那六件事应当是我们在执行工作的时候去重点关注呢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三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个跑不掉的肯定是具有重大风险的事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审计是风险导向型审计 哪里有风险我们审哪里啊 我们跟治理层沟通了十个事情 如果这十个事情里面涉及到了和重大风险相关 那我在审计过程当中肯定要重点的去工作 比如重点的做风险评估 重点的做风险应对 是不是这道理啊 第二个重大呢 涉及到重大的判断 什么叫重大的判断 比如这件事情涉及到会计估计 本身管理层的判断就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而我的注册快师还得根据管理层的判断 做出我自己的职业判断 前面我们在学习会计估计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应对测试 叫做我们的注册快师利用点估计或区间估计 来评价被寻价位管理层做出的点估计 那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注册快师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就是注快的职业判断 后面我们说的管理层的点估计 那就是管理层自己的主观判断 而如果这十件事里面涉及到了 你比如说像会计估计 像供允价值这些需要明显做出判断的问题的时候 那它也会成为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那第三个是也是重大 什么呀 就也算是兜底的 但相对来说应该涉猎面是比较广的 就叫重大的交易或事项 大家能举举例子吗 什么叫重大的交易或事项啊 比如说超重关 同一控制下的重大资产重组 这个肯定属于重大交易或事项 对吗 还有呢 被审计单位当年涉及到的重大诉讼 这属于重大的交易或事项吧 有没有一般性的原则 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 有没有判断一个事 是否重大的一般性的原则 有没有 告诉我 来 评论区你回答我 包括听录播 同学你也想一想 非常好 小全全哥说出来了 就是重要性啊 这就是我们审计过程当中 判断一个事到底是不是重大的一般性原则 你用重要性去量一量 对不对 至少从定量方面 什么交易啊 账户预额以及披露 如果超过了我们的重要性水平 那它就是个重大的交易或事项啊 那针对于这三个重大 我们能够临选出六个 应当是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去关注的事项 这就十到六了 对吗 那针对于这个第二层 也给大家一个关键字 便于大家记忆的 叫关 这个关体现了关注 对吧 在我们 在注册会师执行审计工作时 你要重点关注哪些事项啊 就是重大风险的事项 重大判断的事项 以及重大的交易和事项 这就已经六个了吧 然后最后 以这个咱们的这个审计报告举例 最后它选出了两个 对吗 最后选出了两个 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也是最为重要的事项 那就涉及到了第二次的考虑 这个地方的考虑因素 也是注册会师 要利用职业判断 这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啊 前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重大风险也好 重大判断也好 重大交易和事项也好 它都是一个较高层次的 一个总体情况 而我告诉大家 在往下做第二次临选的时候 你就要去考虑 你在具体执行审计工作时 遇到的一些情况了 都有哪些情况 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你会把它最后列为 关键审计事项呢 这个地方我直接告诉大家 然后给大家举举例子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审计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个困难 什么意思 咱们有六件事 是需要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去重点关注的 那这六件事 不一定每件事都有困难 对吗 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审计一共 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 其中有一个月 一直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 针对于某大资产 应收账款减值的问题 就这件事情 我们和管理层争执不下 我们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 一个月我才把这件事情解决 我耗费了大量的审计资源 审计时间 对吗 费了很多吐沫星的 最后才同意 让这个单项的应收账款 全额计题 建值 才说服管理层 那我们是不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这六件事里面 其中有一项 我们遇到了很强的困难 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这不就是执行审计工作当中 遇到了困难吗 这是第一个考虑因素 你就用人之常情 用老百姓的这种逻辑去想 如果说审计一共四个月 有一件事情 你一直跟他在掰扯 都掰扯了一个月 你愿不愿意把它列为关键的事 你肯定是要把它列为关键的事 那第二个考虑因素是什么 对于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 有没有特别关注的内容 当然这个关注指的是 预期使用者的关注 比如说 针对于刚刚开办的这种企业 它重点关注的内容 可能是企业的总资产 针对于这些像医药行业 重研发的这些企业 我们预期使用者 重点关注的可能是 它的研发投入 那针对这些事项 我们也会把它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通过我们的第二层 第三个 你不是执行审计工作吗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被审计单位的一些问题 比如内控方面 内控无效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还有呢 比如说涉及到了错报 有些错报它改了 有些错报没改 那针对这些已经更正的错报 和未更正错报 它的性质以及金额 涉及到被审计单位 它自己问题的一个严重程度 我们根据这三个大方向 最后确定了我们的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其实就是后面的内容 当然有一些预期过的同学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这个考虑因素 对吧 教材给了七条 而我给大家总结成了三条 一会儿在讲后面的内容的时候 我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 去总结总结 你看能不能归到这三条里面去 这个地方能不能听懂 那最后一个事项叫关键审计事项 也是称为我们最为重要的事项 什么叫最为重要事项 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 我圈的这几个字 大家连起来读 三层塔测试 一个背记的口诀 就叫至关重要 OK了吗 其实后面的好多内容 我已经在前面这个地方 给大家讲一个大逻辑了 把这个地方搞清楚了 后面再学起来就非常容易 当然针对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包括为什么这儿我能给你总结成三项 后面我详细的进行讲解 OK了哈 就记住了三层塔测试 这三层分别叫至关和重要 然后两次考虑 第一次考虑考虑总体方面 叫三个重大 第二次考虑考虑具体工作 考虑细节方面 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预期使用者特别关注的内容 以及在工作的时候 发现了被审计单位 它问题的严重性 那越严重的 虽然解决之后 我会把它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首先这个地方就可以稍微讲得快一点了 因为其实全是前面 我给大家讲授过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叫 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 为起点去选择关键审计事项 一开始有十个事 为什么呀 因为与家长沟通的肯定都是大事 但还不到那么重大呢 你比如说什么叫大事啊 什么重大的发现 重大的一些困难 重大的一些事项 这个三个重大 可不是咱们说那个考虑因素 那三个重大 他这说重大发现 重大困难和重大事项 这是咱们前面学习的 和治理层沟通的那些事项的内容 它对应的是这十个 他就告诉你 我们在选关键审计事项 做三层塔测试的时候 为什么要以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为起点 因为它符合三层塔测试的一个定义和逻辑 所以我们就方便的 或者说为了我们的注册快诗 简洁一点 直接从我们的治理层沟通事项里面开始选 一共一开始基准有十个 对吗 然后第一步 叫第一次筛选 叫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中选出 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这里面提及的就是从治到关 从十个事 比如说变成六个事 哪些问题 你需要在执行审计工作时候重点关注 这里面涉及到就是三个重大 底下的这个概述重点去看一看就行了 他其实是想说 注册快诗重点关注过的领域 通常涉及到了复杂的问题 重大的问题 然后呢 涉及到了投入审计资源和审计力度的问题 但是考试的时候不会考这个 他就考什么 考你的考虑因素 那你看看是不是我给你总结那三个重大 第一个叫评估的重大错误风险较高的领域 如果重大错误风险高到一定程度了 就会变成注册快诗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错误风险 那他就叫特别风险 是不是符合逻辑啊 那第一项你总结一下 那不就叫重大风险吗 第二个内容叫与财务报表中涉及到的重大管理层判断 比如说认为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这种会计估计 它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它比较灵活 它除了管理层涉及到判断之外 我们的注册快诗 还得利用职业判断去判断他判断的对不对 那涉及到这些重大判断的领域 相关的一些重大审计判断 那核心不就是重大判断吗 那第三个内容呢 在当期重大交易或事项对于审计的一个影响 那具体举例就是比如说超重观 还有什么 还有重大诉讼 那概括的来说呢 其实你就用重要性去衡量就行了 比如说存货这个报表项目 对于被审计单位它重要还是不重要 用啥衡量 用重要性去衡量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通用的规则 所以涉及到了三个内容就是三个重大 而且涉及到了总体情况 你看这三个考虑因素 没有一个是执行过工作的 是不是都还没执行工作呢 它涉及到就是三个重大方面的一个总体考虑因素 哪些事项属于重大风险 哪些事项涉及了管理层的重大判断 哪些事项属于重大的交易和事项 把这些事作为我们后续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需要重点去关注的内容 我们选出几个 我们选出六个 假设举个例子 那我们选完了 从 我们选完了 在我们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的这六个事项 那么第二次考虑 做职业判断 我们才会选出最为重要的事项 也就是我们的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先看概述 说注册会师可能 以及就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与治理层进行了较多的一个互动 就这些事项与治理层进行沟通的性质范围 通常能够表明哪些事项对于审计而言是最为重要的 但学这个没有用 核心你要记住它的一个考量因素 很多同学 去年的同学 我对他们的一个经验就是学到这就不要懵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涉及到了七个因素 但是他们抓不住核心和内容 我给大家三个核心关键词 你们来套一套 前期我先给大家告诉了这三个关键词 大家已经清楚了 那我们来反向的学习 你看这七个事项能不能放得进去 第一个事叫该事项对于预期使用者 理解财务报表的一个重要程度 尤其是对财务报表的一个重要性 这里面核心关键词叫什么 是不是预期使用者 考虑预期使用者的关注 同时我还要告诉你 咱们评论区的同学告诉我 第一个考虑因素 它涉及到我们审计地图的哪个环节 知道吗 确定财务报表的重要性 是在我们审计地图的哪个环节 哪个环节 是不是审计计划环节 总体策略四方针范围计划方向人 确定审计方向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重要性 执行审计计划 是不是具体工作的一部分 再走审计地图吧 具体工作吧 符合了 第二个叫与该事项相关的 会计政策的性质 或者与同行业其他实际相比 管理层在选择恰当的快计政策时 涉及到的复杂程度和主观程度 你看管理层它能选择 这里面涉及到什么问题 涉及到什么问题 是困难关注还是严重 这里面说到问题严重性了吗 没有说到 涉及到了审计过程当中 会遇到相关的困难 对吧 为什么呀 这不告诉你了吗 首先第一这里面涉及到了 他自己去选 而且呢 又是复杂的 所以在审计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困难 那大家误一误啊 这个第二项可能不太好误 这个内容属于我们 审计地图的哪个环节 与该事项相关的 会计政策的性质 或者与同行业 其他事情相比 管理层在选择 恰当的 会计政策 涉及到复杂程度和主观程度 这个是不是在评估风险呀 它越复杂 风险不就越高吗 和同行业它越不好比 那它不就风险越高吗 是不是涉及到 风险评估环节 非常好 我看有些同学 都已经答出来了 第三项内容 叫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考虑 与该事项相关的 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已更正错报 和累计未更正错报 它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诸作外师已经找到了错报了 那有些错报 管理层改了 那叫已更正错报 有些它投帖 被審理单位它不同意改 那叫累计未更正错报 这个是我们涉及到的困难 关注和严重哪个词 是不是被審理单位 问题的严重程度 你这些错报 无论你改不改 是不是都是被審理单位的问题 那不就是严重程度吗 非常好 我看评论区的同学 都已经找到感觉了 而这个属于审计地图的 哪个环节 大家告诉我 是审计计划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还是完成审计工作 是不是你都找完错报了 有些它改了 有些它不改 它累计了 是不是到后期了 是不是完成审计工作吗 完成审计工作的具体哪项步骤 是不是评价错报 咱们上前课不刚讲完吗 评价错报的是什么 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 评价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吗 第四个是 叫为应对该事项所要付出的 审计努力 它的性质和程度 是不是你在审计过程当中 遇到的困难程度 而且这里面不都告诉你了吗 应对 那对应的环节 主体就应该是风险应对吧 你只是执行相关的监盘 执行相关的寒证 你要付出这个努力的程度吗 这个风险应对吗 在风险应对的时候 你遇到相关的困难 这个困难程度高还是低 就这个问题 比如说他这给你举了两个例子 这个不是两个内容 而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比如说 在多大程度上去需要 特殊的知识或者是技能 比如你可以考虑去利用专家 同时该事项涉及到项目组外 进行咨询的一个性质 所谓咨询的一个性质 就是你用不用咨询 就这么简单 如果涉及到了特殊的知识和技能 然后大量的进行咨询 那你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困难 那针对于这些困难比较强的 或者困难比较大的这种事项 我就把它列为什么 不就列为关键审计事项吗 这不就很简单吗 第五个内容 在实施审计程序 评价实施审计程序的一个效果 获取相关和可靠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时 这个时间阶段 人家已经告诉你了 那他对应的 我们先写后面 这个不就是发表审计意见吗 他对应的核心考量因素是什么 说注册怪师遇到的困难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他含了俩 困难这说了没 是不是原词啊 问题的严重程度说了没 是不是也是原词啊 那就是困难和问题的严重程度吗 尤其是当注册怪师的判断 变得更加主观的时候 最后第六个叫识别出的与该事项相关的 控制它的缺陷的严重程度 这里面涉及到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被审计单位的问题啊 是问题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的 然后识别出啊 这里面既有可能是风险评估 也有可能是风险应对 对吧 这个环节你不用记准了 我之所以给你介绍这个环节 也是为了突出前面那个具体工作的那个性质 它不是一个总体情况 而是你在落实工作的时候考虑的因素 第七个叫该事项是否涉及数项可区分 但又相互关联的一个审计考虑 你看这都已经到审计考虑了 是不是已经到后期了 例如说长期合同的一个收入确认 诉讼或者其他或有事项等方面 可能需要重点关注 可能影响其他的一个会计估计 那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了重大的困难 因为你需要什么 需要综合的去考虑 那难考虑那不就是困难吗 对吧 它涉及到最后的环节 你比如说要完成审计工作的环节 所以为什么要总结这些内容 前面这两个词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第一个词的关系是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在具体工作的时候 考虑的因素叫困难关注和严重 所谓的困难就是你在审计时 遇到的这些困难它是强还是弱 所谓的关注就是我们的财务外表 预期使用者有没有特别关注的内容 而所谓的严重呢 就是你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有没有发现被审计单位一些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包括错报 比如说内控的缺陷 那么结合这三项考虑因素 然后我们从执行工作的这些 重点关注的事项里面 选择最后的关键审计事项 而后面这个词 什么审计计划 风险评估 完成审计工作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它其实都是我们审计地图的各个环节 对应的就是具体的工作 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说你要生贝 对吧 说考虑因素叫纪律工作 困难关注严重 你考试的时候根本不会做 但是你要理解它背后的一个内涵 OK OK扣1 能听明白了吗 OK啊 非常好 我们前面讲完了整个的三层塔测试 就是由质到关 再到重要 对吗 OK了 一会给大家一起总结总结 然后这里面涉及到的考量因素 就是这两个环节 临选的时候的考量因素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叫最为重要的事项 并不意味着只有一项 这个我不用给大家讲 为什么拿出你的审计报告 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辅导材料里面 最为重要的事项有几项 是不是有两项 第一个应收账款的坏账记题 第二个呢收入的确认问题 所以最为重要的事项 或者说我们的关键审计事项不一定只有一个 第二个需要在我们的审计报告中 包含关键审计事项的一个数量 可能受到被审计单位 它自己规模和复杂程度 以及业务和经营环境 还有我们具体业务的一个执行 或者说具体业务的事实情况 这三方面的一个影响 怎么理解啊 被审计单位规模越大 它的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就越多 复杂程度越高 它的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就越多 我们的业务和经营环境越复杂 那它可能关键审计事项就越多 底下后面的我们执行审计工作的时候 这个工作越难做 那它可能关键审计事项就越多 就什么意思 但是第三项告诉你 说如果最初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越多的话 那注册会是越需要去重新考虑 每一个事项是否符合关键事项的定义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确定了六个关键审计事项 这比平常的这种一个两个的这种情况是要多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重新去考虑一下 你这六个内容是不是都符合关键审计事项的一个定义 所谓的关键审计事项的一个定义 就是指你是不是真的能通过三层塔测试 可能这六项三层塔测试 你不是两次职业判断吗 那两次职业判断你做的不充分不恰当 最后导致你最后留了六个关键审计事项 那你再去看一看再去做一做 看看最后能不能选出两到三个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做一遍 拿一个实物的例子 我们去做一下三层塔测试 看看如何从质到关再到重要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事 不是十个事了 我刚才举例子十个事 这里面教材给了六个事 我们分别来读一读好不好 这个是六件事情 是我们和治理层沟通的事项 也就作为我们的一个起点了 你第一步质字 有六件事 第一件事叫假公司 某仓库被列为一个违章建筑 A注册块是提醒假公司 对于该仓库全额计题减值准备 这个地方涉及到了一个仓库的问题 单项资产全额计题减值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说假公司购买了 大量的金融理财产品 在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下 对于金融资产的分类举期不定 针对于分类的问题 比如说确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还是确定为其他流动资产 这件事情举期不定 它也是单项资产 确认到哪个报表项目里面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内容 叫假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供允价值计量 大家看到供允价值能不能 马上反映出一个问题 这里面涉不涉及到管理层的重大判断 有吧 公允价值计量就是一个会计估计 涉及到了重大判断吗 同时本年房价还大涨 那这句话有没有用呢 这句话告诉你 其实就是估计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如果本身公允价值比较平稳 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好估的 但本身如果波动比较大 比如说本年房价大涨 那它的波动性可能就会很强 不确定性就会很强 我们的会计估计就风险比较高 对吧 第三个是叫假公司设计矿石类存货 盘点和键盘是需要运用特殊的方法 可能涉及到利用专家的工作 对吗 第五个内容 说假公司与其关联方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 来给我翻译一下 这段话我告诉你 前面我讲过无数遍了 什么叫与关联方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能不能用三个字给我总结一下 是不是超重观啊 叫超出被水平单位正常进行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 哪个字体现超 重组体现超 它是超出被水平单位正常进行活动的 平时我们的企业不可能老做重组 对吧 它只是偶尔偶发性的做一个重组 所以叫超出我们正常的进行活动 怎么叫重呢 这地方体现了重 叫重大资产重组 普通的重组 那不够重大 然后呢 关怎么体现 叫与关联方进行的 这叫超重关 交易属于超重关特别风险 要看穿 它肯定属于一个重大风险嘛 为什么是重大风险 因为我说了 针对于超重关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特别风险 对吗 而特别风险 是我们注册怪事应当特别关注的 重大错保风险 那它肯定是个重大风险 第六个叫假公司 新增了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但是股权架构错综复杂 这个里面也涉及到了 重大的交易和事项吧 你不都是新增合并了吗 进来的子公司 可能涉及到很多的报表项目 那是一个重大的交易或者事项 所以你看我给你写的这些关键词 涉及到都是重大的问题 对吗 重大风险呀 重大交易事项啊 重大判断呀 所以后面的这几个 五和六没问题 对吗 这个肯定第一次过了 对吧 它可以到在执行审计工作过程当中 咱们去重点关注 然后四和三也没问题 涉及到了重大判断 包括这里面需要运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可能涉及到了一些重大的事项 包括了一些重大的风险等等 但是一和二相对来说还好 它只涉及到了一个单项资产 所以说从制到关 我们选出几个事项啊 我们从六个事项里面选出了四个事项 是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然后下一步 从关到重要 从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到我们的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环节光靠这些资料 我们就没法做了 我们得知道 它在我们的执行审计工作时 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内容就不需要去说了 核心关键词就是 因为涉及到了重大判断 涉及到了重大的期末余额 涉及到了特别风险 是不是 所以三到六 它通过了我们三层塔测试的第一次判断 由制到达了关 一跟二就被pass掉了 那么下一步 第二次咱们做判断 核心关键词还有印象吗 叫具体的工作 在执行具体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重大的困难 还有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在执行具体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重大的困难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的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有没有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三个我们发现被审计单位相关问题的一个严重程度 我们利用这三件事情来去做下一步的判断 你看具体例子 说对于事项三和事项四 A注册快师他聘请了外部专家 然后利用专家的工作完成了供应价值的评估和特殊存货的键盘 对应的那三根四 这些事情的一个复杂程度和A注册快师为之付出的努力尚可 这个地方对应的就是困难 它的困难不大 为什么困难不大 本身客观情况下困难挺大的 但是因为我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我自己的努力情况尚可 我自己没觉得这事很烦 对吗 你想想审计比如说一共四个月 这事我可能用两到三天 或者用一周我就解决了 因为本身我可能要用一个月 但是因为我利用了专家的工作 这件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对于注快来说困难不大 所以没把它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因此我们的A注册快师将三根四排掉了 这个地方讲什么 在讲从第二层从官到重要呢 也就是我们第二次的考虑 本来有六件事 现在要把它确定为两件事 说对于事项五 该事项受到了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的广泛什么 关注吧 是不是核心关键词来了 复杂程度也很高 那A注册快师为此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意味着在审计过程工作当中 我们遇到了困难吧 这不都是核心关键词吗 那对于事项六 合并范围的确定 对于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广泛的 这个我们在执行工作的时候 也会比较困难 因为它影响比较广泛 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涉及非常规的复杂结构 且A注册快师留意到 与该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 还是无效的 被寻定单位存在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这些关键词 你都找到了 因此A注册快师最终将 五合六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明白了吗 所以第一层考虑就是三个重大 总体方面 而第二层考虑就是具体工作 你在工作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你遇到了困难越多 你越可能把它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第二个就是说财务报表 使用者它关注的一个内容 我们的预期财务报表使用者越关注 我们越把它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最后就是一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这个问题越严重 我们解决完之后 越把它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OK了吗 这个例子能听懂吗 这是这种感觉 我没有必要带着大家去背那七条内容 对吧 前面三个重大其实很好背 但是后面那个具体工作 我们在做第二层测试的时候 是比较难的 这个地方没有听懂的同学 回去再消化消化 OK了哈 然后有同学问考试也这么考吗 考试一般不敢这么考 为什么不敢啊 因为我说了 确定关键审计事项的时候 核心是要利用注册快师的职业判断 一千个人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是不是这道理啊 考试书如果给你 有同学就较真了 说假公司某仓库 列为违章建筑 这仓库是公司唯一的一个仓库 而且二级市场上 没有可替代的这种仓库 那你觉得 你作为这个注册快师 你会不会把它列为 关键审计事项 它也有可能符合 重大风险 或者重大的交易 或事项的这个问题 它要结合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 所以说如果考试题目 真想去考你三层塔测试 它只有考你一些 条条框框的这些框架 包括你考虑哪些方面 是不是 但是不会让你一个一个去选的 它要真让你去选的话 那就有可能需要大量的信息 作为背景支持 好了吗 第三 我们说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 披露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这个审计报告 关键审计事项 应该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在审计报告中 要单设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那我们的审计报告做对了吗 它有没有单设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它有吧 第三节不就叫 关键审计事项吗 它单设了一个部分 同时呢 要以关键审计事项为标题 那这个三也就叫 关键审计事项 它做的挺好 并在该部分使用恰当的子标题 去逐项描述关键审计事项 一跟二一共两项 第一个叫 应收账款的一个坏账准备 第二个叫收入的确认 它是不是逐项去列明了 而且也有小标题吧 每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 叫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底下有两个具体的子标题 第一个叫事项的描述 第二个叫审计的应对 符合要求的 咱们这份报告做的不错 第二个叫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引言 应当同时说明下列事项 那我们看看 这个审计报告里的引言 第一个叫关键审计事项 是我们注册怪师根据什么 核心来了吧 叫职业判断 在考试 它也能考你一些考虑因素 它考不了你的一个职业判断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信息 涉及到了每个注册怪师 他自己不同的经验 对吗 认为对于本期财务报表 最为重要的事项 我们的审计报告里 有没有写是最为重要的事项 写了吧 第一句话 叫关键审计事项 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 认为对于本期财务报表 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 它一个字都不差 看到没 第二个叫关键审计事项的应对 以对我们的财务报表 整体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 也就是说我们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只发表一个 是对谁啊 是对于财务报表整体 包括了主表及付诸 但是我们不会针对于单项的 像应收账款的会证准备 以及后面的收入确认 不会对这两个单项内容去发表 任何形式的审计意见 那这里面有没有提啊 引言的第二句话 叫这些事项的应对 也就是说后面这俩事 对于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 并形成我们的审计意见为背景 我们不会对这些事项 单独发表审计意见 这两项齐了 没问题啊 做得非常好 没有这个 纸质的同学就看这 是吧 没有纸质版的同学就看这 上面这就叫引言部分 然后下面的具体内容 才是关键审计事项的 一个逐项的说明 那么来看看 描述单一的关键审计事项 咱们就以什么 以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第一个事项为例 看看它做的是否符合要求 那么我们针对于单一的 关键审计事项 要说明哪两个情况 是不是一共两个 第一个 叫该事项被认定为 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 因而被确定为 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三层塔测试 就是你注册坏 是利用直接判断 为什么把应收账款的 换上计题 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 里面涉及到了 三层塔测试里面 两步骤的那个考虑因素 是不是这道理 它有没有啊 第一个叫事项描述 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读一下 好吧 你看这 咱们教材上有 我给大家列试了 你看 事项描述这个地方 我们看 下面的 这个自然段 说由于啊 应收账款 不能按 不能按期收回 或者无法收回 而发生坏账 对于财务报表的影响 较为重大 它属于一个重大的 交易后事项 对吗 且我们的 换上准备的计题 还涉及到 管理层的 重大估计和判断 是不是重大判断啊 是不是三个重大 里面的两个吗 因此 我们将应收账款的 坏账准备 确定为 关键审计事项 那其实它 其实三层打测试 它没全部都说 对吗 它只说了 这个从质到关里面 那三个重大里面 其中的两个 所以实物跟理论 稍稍有一点点区别 区别在哪啊 它在去确定 关键审计事项的时候 有可能三层打测试 说的不够完整 不够全面 但是你作为注册会师 在做职业判断的时候 你不仅要考虑三个重大 还要考虑你 执行工作的时候 遇到那些具体的情况 困难啊 预期使用者的关注啊 以及被审计单位 相关问题的严重程度 第一个内容 叫为什么 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它写了 其实就是 事项描述的那一部分 第二个事 它写没写 叫该事项 在审计中 是如何进行应对的 这个第二个小标题 就叫审计应对 对吗 人家写了 其中里面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叫审计应对措施 或审计方法中 与该事项 最为相关 或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最有针对性的方面 这个关键词就叫什么 叫最有针对性的方面 针对于应收账款的 一个坏账准备 这件事情 最为重要的审计程序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是第二项 你们看一下 叫分析确认 被审计单位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来了吧 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会计估计 做的对还是不对 包括了确定应收账款 组合的依据 这个都是你们会计里面 应该学习的知识 预期系统损失率 来了吧 新金融工具准则 以及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 进行简直测试的判断 比如某大地产的 单项应收账款 是不是这道理 这个二就是 最有针对性的 实质性的程序 而其他的 你比如一 一说的是什么 一说的是 穿行测试 这程序也重要 但是呢 不是他的核心程序 所以第二项 人家批了 是最有针对性的程序 批出来了 第二项内容 对于已实施的 审计程序 进行简要的概述 有没有啊 这个12345 就是对于已实施的 程序 进行简要的概述 包括了 这里面说到的 穿行测试 还有我们的会计估计 然后相关测试 判断的一个检查 还有什么 获取相关的文件 检查相关的文件 了解应收账款 形成的一个原因 检查一下 催收的相关资料 等等等等 包括对应收账款 实施 寒证 对吗 这也是一个 具有针对性的方面啊 对吧 寒证 这都是简要的一个概括 第三个内容 叫实施 审计程序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它有没有 来大家跟我互动一下 我问问大家 这一到五项 包括后面的一个内容 有没有披露 我们实施这些 审计程序的一个 最终的结果 有还是没有 有没有啊 有 在哪呢 其实啊 他没有明确的说 这些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你比如说 针对应收账款的 一个韩证 回韩率是多少啊 符不符合啊 对不对 他其实没有讲 但是他有一段话 叫基于上述 工作结果 看到吗 这个结果肯定是满意的 因为最终的结论是正向的 你说我们认为 相关证据能够支持管理层 关于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及账面价值的判断及估计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间接提了一下结果 也就是上述这五项程序 我们注册快师 最终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那基于上述的一个结果 我们最终发表了一个结论 最后就是对于该事项的主要看法 但是注意啊 这个主要看法不等于 审计意见 因为我们不对关键审计事项 单独发表审计意见 对吗 所以他写的是很完整的 他真的是按照审计准则的一个要求 把涉及到的事项的描述 为什么选择 他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以及我们在审计当中是如何去应对的 涉及到了这四个内容基本上都批了 OK了吗 好吧 那咱们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过后咱们继续讲 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 课间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在课间可以发出来 我一会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答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